這樣才才出一顆 我都買完機了 五進大賣場店員忙不停 大人小孩口罩才剛進貨 立刻被掃光所剩不多 晚點來就快買不到 這個是收出來的 是小朋友的 小朋友 對 像是幾片 這個是五片 學生快開學 小朋友口罩需求量大增 光是高雄一天需要20萬片 家長逛大賣場 看到櫃台竟然有賣 就像撿到飽 是醫療用的嗎 看起來像 有缺慢的 這不是醫療用的嗎 醫療用的 店員掛保證 這是醫療用兒童口罩 但仔細看 外包裝紙盒寫著活性碳 用途醫療院所 但沒有任何醫療許可證字號 上衛福部網站查詢 輸入產品中文名稱 按下搜尋查無資料 代表這款兒童口罩 不是醫療等級 在非合格藥商販售 醫用口罩 是可以處理 新來幣3到200萬的罰款 衛生局近期 也將去積查五金大賣場 只是口罩使命之上路 買一次得等七天 真的很急 只能上網砸大錢 網拍掖者桌上 擺滿醫療等級口罩 1388元一盒 一盒50個貨到付款 未來兩個月是斷貨期 換算下來 一個口罩約28塊錢 但另一件貴的更誇張 目前20片一組 一組990元 網友回一片50元嗎 賣家說差不多 網友回謝謝 太貴了 事後PO網檢舉 一個50塊差不多 黃金出來買 違反相關的法條 會處理新台幣 5到2500萬的罰款 衛生局也呼籲 民眾買口罩前 可以上網先查詢 是否屬於醫療級 如果遇到添加口罩 記得截圖 檢舉遏止不良歪風 記者 宋沛城 王書宏 高雄島